而这起重大的意外事故 花莲县旅馆商业同约工会在第一时间 配合花莲县政府邀请超过50间的旅馆饭店业者 提供空房给伤患的家属还有救难人员无偿住宿 同时他们表示说如果因为事故影响 没有办法入住旅客会重优认定金额退费 不会收任何定金或者是保证金 要尽全力协助家属无后顾之忧来处理家事 面对这起严重的事故意外 花莲县旅馆商业同约工会在第一时间 配合花莲县政府邀请超过50家饭店业者 提供空房给救难人员免费住宿 另外还有超过10家饭店 提供空房给伤患家属免费入住 我们花莲旅馆商业同约工会 第一时间就跟花莲县政府配合清房 全体会员都非常积极配合 虽然廉价房况很好 空房数很少 到昨天晚上11点为止 已经有超过50家的会员饭店 提供房间让救难人员免费住宿 并且提供餐食 另外我们也超过10家的饭店 提供空房给离难伤亡的家属免费住宿 参加饭店的数量目前还在增加当中 花莲旅馆商业同约工会会员第一时间 我们也挺进前线 由工会的常务监视 移园度假村提供了50份便当送到救灾现场 临近事发现场的新盛站度假饭店 同时也提供了自助餐食 让救待人员能够享用 昨天已经接待了200人次以上用餐 4月2号因为台铁的事故影响到出游行程不办法到场入住的旅客 我们全体会员饭店成就认定退费 不会收处任务的定金不保证 此外工会理事长张迅翰也表示 因为事故影响无法如期入住的旅客 也可以向工会饭店提出全额退费 并且强调全体工会会员和相换家属站在一起 愿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发挥人力挤捏精神 尽全力来协助家属 无后顾之忧来处理后事 借蒋邦彦华联士报道